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一面观山刘诗诗辫子造型 刘雨宁新衣很帅 女配颜值都不错 最近正在拍摄的古装剧不少 比如刘诗诗和刘雨宁主演的一面观山 就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 毕竟这是刘诗诗时隔多年 再次出演的古装剧 演的还是个武力直爆表的角色 辫子造型 这部剧里刘诗诗有很多不同的造型 比如这套有两根辫子的 露出全部的额头 背后有蓝色的发带 两边各垂了一根辫子 给人一种温婉大方的感觉 发型有点像最玲珑 不过发套可比绷紧头皮的最玲珑好多了 白衣撑伞 目前两位主角的同框也有不少 萌萌的身高差看着很养眼 因为刘诗诗自带的强大气场 和高大的刘雨宁同框时 给人一种强强的感觉 黑衣的刘雨宁 白衣的刘诗诗 画面好像水墨画 男主造型 最近刘雨宁有不少犯拍图 出了好几套高清的造型 看着都挺不错 比如这套深蓝色 亮点是在刘雨宁的眼神 左边的低锤 右边的注视 还有几套新造型 左边这套是出任务的长幅吧 搭配了高马尾半扎发 手里拿着武器 有点梦回长歌行号都时期了 右边是戴帽子的侠客风造型 女主任如意也有一个这样的打扮 红衣男主 之前看到刘雨宁的造型 多是蓝黑深色为主 这套红色就有点眼前一亮的感觉 衣服的质地不错 很符合古装传奇剧的感觉了 片场休息 还有一张片场休息时的图 刘雨宁正在蹲着肥狗狗拍照 这无处安放的大长腿啊 从上面这个角度看 眉眼也是挺耐看的嘛 长华森犯拍 长华森在一面观山里 饰演的角色叫做李同光 也是主角团队的成员 估计是个小将军之类的设定 这张图有个亮点 掐着脖子的首饰女主任如意的 画面有点带感 还有一张长华森的黑衣造型图 带了一点脆弱的美感 这个角色的造型不错 人设和故事很让人期待 陈又为造型 陈又为的造型也来了 穿的衣服适合男主男儿童部门的 衣服风格有点像锦衣卫或者公务员 估计也是一个会武功的角色 女演员颜值 本剧的女演员除了刘诗诗外 两位女配陈晓云和陈浩宇都挺好看 造型各有特色 还有客串的陈都玲 张芷熙 王燕 可惜她们都不是主要角色 戏份估计不多 还好有刘诗诗扬眼 戏份诗扬眼